以意謀獨 不是只有民進黨在搞 你沒有美國民進黨搞得起來嗎 這個人陳時中 就是 民進黨的狗票人 他們這 不是 我不是說他是一狗票人 不是說他 我說民進黨的這一狗票人 找了警察來對付我 要把我起訴 三年罰三百萬 說我散佈謠言 只是因為我拿他講的話 來問他 你自己不就這樣嗎 只是因為我憂慮台灣會疫情擴散 所以不要臉的民進黨就是這樣 這什麼一回事呢 4月27號晚上8點 台灣時間 中原標準時間 美國的衛生部長 跟台灣的衛福部陳時中 兩個人電話會議 那這個有什麼問題呢 當然有問題 因為 美國跟大陸的三個公報 就是基礎 就是一個中國 台灣是中國的領土 美國跟中國建交 所以 台灣 美國不能承認 沒有建交不能承認 所以你怎麼會 對 衛福部跟衛福部長 你等於是承認 這在以前的美國是不可能發生的 然後美國又講說台灣防疫如何好啊 台灣警告 WHOR 你中國大陸如何爛啊 你怎麼樣 所以這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是一個立體戰不是嗎 當然是 美國這個圖謀 從川普上台以後 連串的動作 我們會發現 有許許多多表面上 叫做會台的法案 不斷的在美國國會裡通過 而且川普在白宮 也是用最快的速度就簽署 讓他成為正式的法律 而這些所謂的會台法案真的是對台灣好嗎 當然不是 他只是把台灣當成是一個自備狗糧的馬前竹 讓台灣來作為美國遏制中國的一個最好的武器 跟馬前竹以及棋子 好 那現在因為疫病發生了 蔡英文想要一意謀獨啊 那 川普希望在這一次疫病的過程裡面甩鍋中國 甩鍋大陸 那抹黑大陸 那麼趁機會把大陸壓下去來遏制大陸 所以這時候蔡英文的一意謀獨 正好是彼此各取所需嘛 相互的利用 所以美台之間就有了所謂防疫的協定 美台的防疫協定 跟前一段時間要把美國再來協會改名 提升他的位階 一樣的道理嘛 也就是走的就是兩個 兩國的路線嘛 一中一台的路線嘛 好 最近川普又發爛了 川普知道5月20號 蔡英文要就職演說 然後5月21號5月22號大陸要開兩會 所以5月17號的世界衛生大會 就成為川普在耍陰謀耍陽謀的一個很好的舞台 他最近提出了什麼 他說他號召了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亞等等的國家要去支持台灣成為WHA世界衛生大會的觀察員要邀請台灣來參加 請問你前一段時間川普剛說WHO不行啦WHO無能啦引力疫情啦跟中國合夥啊然後說不再資金援助WHO了然後甚至還要逼迫WHO的總幹事 譚德賽要下台對不對 既然WHO是沒有用的那WHO開世界衛生大會那台灣去有用嗎 所以他的做法其實是相互矛盾的 可是他的目的何在他的目的第一個綁住你蔡英文你520講話的時候不要給我鬆動不要給我對大陸投以善意你要繼續走現在的強硬路線做美國的馬前卒做美國的前哨狗然後去 咬大陸讓蔡英文沒有回頭的空間第二個繼續的用你台灣來做工具嘛來抹黑大陸嘛來甩鍋大陸嘛你看看現在全世界在喊中國病毒武漢病毒的不就是川普蓬佩奧跟美國嗎另外一個就台灣吧台灣所有的媒體都還叫中國病毒還叫武漢病毒所有台都一樣 所有的官方從陳時中到蘇貞昌到蔡英文每一個人都是這樣然後美國國務院呢他現在是推動一個運動就是要美國官方都用都在推特上面支持台灣去參加WHO所以AIT也響應了 而且美國國務院是代表美國的政府耶而且AIT呢一天一推文一天一推文跟台獨還相互唱和甚至AIT的官員公開的跟民進黨的立委 新科立委高嘉瑜兩個人還合在演所謂的防疫舞用這個東西來製造網路上面的流量來創造聲勢 這都是幫台獨助威嘛幫助台獨唱唱唱唱聲嘛這就是美國現在耍的手段嘛 讓美國真的是為台灣著想嗎當然不是嘛美國一點都不愛台灣美國是為了川普連任的利益 美國是為了美國自身的利益美國必須把中國給壓下去而且必須在這疫情的過程裡面偏偏中國又防疫做得很好 又把疫情控制下來而美國又成為世界疫病的中心又成為重災區這對於優越感極為強烈的美國人來說是可冷孰不可冷所以非得把大陸打下去不可 非得把中國壓下去不可台灣當然就成為他們最好的工具吧 又委員台灣跟著美國在跳華爾茲跳一個以異謀獨的華爾茲 國務院呢美國國務院哇台獨真的洗心翻倒啊 國務院公開推動一個運動要支持台灣要加入WHA去參加WHA大會 AIT響應然後美國國務院美國駐聯合國的大使也響應 美國全 你只有是聯合國會員國你才能夠參加 過去是大陸因為你有九二共識 大陸說這我小落地我讓你去嘛 現在變成是這樣子他們在玩什麼 我們現在把時光拉回到上個世紀60年代 台美斷交然後中美建交 從那個時候一直 70年代 70年代 一直拉到現在這樣子來看的話 所有的美國的動作現在是最大 自從中美建交台美斷交之後三公報也好 以至於其他的所有的整個過程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現在美國的動作最大 沒有像這一次這樣子 以前他也不希望兩岸之間 陳水扁的時候還是一個麻煩的製造者 他希望兩岸之間呢 維持這個鬥而不破 他好從中間能夠使力 能夠操作 鬥而不破 但也不要統一喔 也不能真的抬股 也不能獨立喔 他在中間就扮演這個角色呢 就像扯林一樣 他可以扯這邊扯那邊 扯林人扯得很過癮 那現在呢 現在不行了 為什麼他動作那麼大 一個人啊我跟你講 當我力量夠的時候 我足以操控全盤的時候 我的姿勢優雅 延遲高雅 然後做的呢 讓人家覺得 彬彬有領 神勢風度 雍容滑貴 雍容滑貴 可是如果不行的時候 我真氣急敗壞 狗急跳牆 狗急跳牆都來了 你覺得現在是這樣嗎 我覺得他是這樣子 他現在這樣子 要講的 入目三分一點 他現在是 千鱗技窮 沒有招了 你知道嗎 千鱗技窮 沒有招了 那沒有招了怎麼辦呢 他只能 說死你台灣 盡量往前衝 盡量往前衝 我這邊呢 也會出力 也會那個 再加上一個 川普不是傳統的政治人物 他不懂的外交 禮節上什麼呢 他都不懂 已經都已經本身條件很差了 那後面呢 國家實力又不夠了 然後呢 中國步步進B 南海這裡又造島 那裡又填礁造島 又布了雷達 布的他怎麼樣 他把關島的B52 都要往國內撤了 你說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現在是吃相又難看 跟日本要求什麼 防護費從18億要增加到80億 跟韓國要保護費 從5億要增加到50億 那這一次他們印鈔票 印了幾兆台幣 印了幾兆 還要繼續印 還要繼續印 還不夠 這個打QE嘛 寬鬆嘛 降準降息嘛 那現在已經零利率 已經沒有工具了 這個受害的是 整個用到美鈔的國家 都會受傷的 大家一起陪他買單 但美國也完了 到時候會這樣 但沒辦法 他現在 我剛剛說了嘛 一個人當你條件好夠的時候 你當然就 都會顯得你 我一絲不苟 我一個都不娶 我是非常的雍容大度的 可是現在不行啦 所以你說他對台灣這個 對大陸的立場來講 看起來是很討厭 很火大 你踩了我的紅線 是不是 你踩了我的紅線 違背了一中原則 你怎麼可以搞這樣子呢 可是他不得不這樣 你看他現在火中起訴啊 他面臨這個要選舉 他一定要營造出 大陸跟美國是對敵的 是抗爭的 是競爭的 這中間呢 不是很好的夥伴 那現在大陸步步進逼 只有我川普 我共和黨 有辦法對付他 民主黨的拜登 沒有這個能力 他現在就是要讓選民 構成這個印象 你看他一個一個出來 都是鷹派啊 鷹的不得了啊 鷹的隨時都可以抗 都可以開戰的樣子啊 那所以 那台灣呢 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只能說 台灣的選擇的空間實在不大 為什麼會不大 因為執政的是民進黨 民進黨有一個台獨黨 剛綁在那個地方 所以呢 台灣的民進黨 能夠周旋的空間不大 這個如果是國民黨的話呢 比較有這個周旋 這個巡迴的這個空間 對 我可以這邊好一點 那邊好一點 是不是 所以美國不容許國民黨當選啊 當然 他支持民進黨啊 當然啊 是不是 當然因為你國民黨當選 你國民黨還有九二共識在那裡 對 牽制他這一邊 不好使啊 是嘛 民進黨比較乖 對 所以民黨是親兒子 國民黨是假兒子 對 這個是從局勢上 我們給他來這樣子研判 他的 你不能統不能讀 也可以統也可以讀 像統又像讀 反正玩來玩去就是這麼一招 是吧 但是國民黨稍微 如果一個招不出的話 真的跳過去還是麻煩 國民黨 但我看國民黨也沒有這個膽 也沒有 也沒有這個膽啊 但是呢 總是比較不好使嘛 你看 國民黨是那個時候 兩岸來往頻繁嘛 是不是 台灣最美的工程是人嘛 你看 那個日子都 過得多快樂啊 現在台灣跟大陸 現在台灣利用這個疫情 斬斷了跟大陸所有的關係 到時候我們會自食其果 台灣現在連五星級飯店 連熊獅旅行社 第一名的熊獅旅行社 都要倒閉它 都說不行了 我要轉型了 對 台灣的觀光 然後他講說南向政策 有多少觀光客來台灣 沒有啊 沒有錢啊 沒有什麼啊 那些南向來幹什麼 南向那根本就不是我們的菜嘛 我們要的不是 很多泰國人是來台灣賣淫的 真的啊 那個就已經是題外話了 很多越南是來台灣採茶的 是啊沒有錯啦 所以你說民進黨搞得這樣子 也是有苦難言 憑良心講 那民進黨現在只能過一天算一天 民進黨很爽啊 他們很爽是老百姓很苦啊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這樣的 他也沒有什麼 說實在話啦 他也沒有什麼 台灣怎麼走 有一個方向 有一個目標 有一個進程 完全沒有 趕快拿到權力上去了 趕快分配位置 個人能抓就抓 以前是陳水扁總批發 他是陳水扁總批發 撈了錢然後分給大家 建國基金啊 大家都有份啊 這樣子 所以民進黨還能容忍陳水扁 就是這樣子啊 好 現在蔡英文覺得這樣 總批發的話 這個容易出事 而且一個人扛也不合理 對 各就各位 分散 自己拿 對 愛什麼自己抓 對 我懂了 位置不夠 創造位置給你 法律規定只能有兩個次長 他給你搞三個次長 然後本來是文官的位置 我砍掉不能給文官了 我安插集權升天的政務官 這個就民進黨現在這個做法嘛 從美國談到民進黨 談到兩岸 關係就是這樣子 非常清楚 也不要奇怪 也不必憤怒 反正我的看法就看破手腳